调查显示不同年龄层的国人对政府应该如何处理种族和宗教这两大主要敏感议题有不同的看法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 越年长的国人越希望政府抓紧处理这些议题 年轻国人则认为政府不需要介入太深 1964年发生的种族冲突让年长国人记忆犹新 调查发现这些骚乱影响国人对种族宗教议题的看法 以种族课题来说 70%介于18到25岁的年轻国人认为 政府介入种族议题的力度已经足够 比持相同看法的65岁以上国人多出了10个百分点 在宗教议题上调查也出现了相同的趋势 大约只有两成的年轻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介入更多 但有26%的年长者认为有同样的看法 调查也发现有许多国人希望政府介入 包括社会经济背景、移民和同性恋等议题 一般来说公众对新移民有正面的印象 大约43%的受访者认为 自己居住的族屋区的新移民比例 最好维持在1%到10% 大约4000名新加坡人和永久居民参与了这项调查 小可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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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